哈囉大家好我是劍盛 今天這個影片並沒有要分享什麼特別的主題 給各位就是是分享一些我們成員打的影片 然後是打得不錯的 還有我自己的一些東西給各位喔 那我現在的杯數呢是4720杯 現在這個杯數是我目前也不算是最高的成績 之前最高的成績是4751 但是那時候是賽季末 我現在賽季中就打到了4700杯這個一層杯 那上個影片有提到很大的一個工程呢 是為他這個陣所帶我爬到這個杯的 因為我這個陣型我才可以爬這麼快 不然會爬得蠻痛苦的 那我現在的杯數呢一樣是維持在台灣的 好OK沒有在前10名 原本今天下午還有前10名啦 明明掉到第11名了 這個杯數大概可以維持在前10名 不過隨著時間的推進 杯數會慢慢的 其他人的杯數會慢慢成長啦 那我就慢慢掉下來 因為這幾天在升漢地巨石的關係呢 準備把漢地巨石從5級升到6級 所以我現在的進攻戰力品是百折的 所以就沒有再往上去推我的杯數 那我的漢地巨石的戰車呢 之前就有跟各位提到漢地巨石的戰車 我要做類似的影片 那麼我戰車已經是要12級了 但是影片還沒有做出來給各位 因為漢地巨石在升啦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去進攻 所以這個漢地巨石相關進攻的影片呢 要等到過幾天都漢地巨石升完之後呢 大概是後天才會去使用它 然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呢 就像我前面講的 沒有什麼太大的新奇啦 先跟各位看一下 我的戰鬥紀錄呢 第一個 這一個 各位有看到這個人嗎 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他是誰喔 如果沒記錯他的名字 應該叫做Galadan 如果各位有看過 然後波沖圖更新夜世界 就是一開始有一艘船 然後有兩個主持人在做介紹 然後一堆八個國家人 然後再進行PK 夜世界5本 然後的那個BO3的影片的話呢 你們絕對會知道Galadan是誰 他就是那兩位主持人 右邊金色頭髮 比較年紀大一點點的那一位喔 那他同時也是Nine Mode Cache的副手禮 就是 他是一個波沖的非常非常有名的一個玩家 那剛好在這一場 撞到他 其實是好幾天前的事情了啦 然後 嗯 他好像是一個爸爸吧 對他沒錯他是一個爸爸 然後他兒子也是有玩這個遊戲 那這場運氣還蠻好的 那為什麼 他這場只有打一顆星 欸不到一顆星啦 48% 你們可以去Youtube上面查他的頻道 然後他訂閱數也是爆多的 反正只要玩波沖圖 我關於玩家幾乎都知道他是誰啦 那他這場 他用加油炮戰車打我 那我剛才有去翻他的影片喔 是因為他有做 他在 欸剛發的吧 還是昨天發的 他發了一個 關加油炮戰車 很多顆星的一個封面圖 然後 是加油炮戰車影片 所以他 應該這幾場進攻都是用加油炮戰車去打 然後這場剛好是遇到我 不過他這場就沒有打得很好 有點可惜啊 因為想說 為他這個陣型 是還蠻怕胖車流的 那 嗯 給各位看一下他怎麼打的好了 畢竟 呵呵 難得遇到嘛 呵呵 嘎啦檔 你們也可以去 稍微去看一下 那個影片啊 然後 那長怎麼樣 或是去看一下 可以打 尖聖的小臉蛋 嗯 呵呵 好啦 各位看一下他怎麼打的 他是選擇從 12點地方胖胖子進來 其實這個陣 你要玩胖車流 直接從這邊 9點地方打進去 破壞率就可以打到超高的 不過他選擇從上面這樣打進來 這樣胖子就會踩到 汗力巨石 有資格胖子兩組 就這樣白白送掉 所以 有點 呃 進攻的那個點是 有點錯誤的啦 所以他這場破壞率才沒有打好 有點可惜 所以只有打到了 48% 如果他選擇是從9點地方打進來的話呢 破壞率絕對超級高 真的 如果你們有加油炮戰車12級 然後遇到 這個陣型的話呢 請從9點地方 直接放胖子 往加油炮戰車 一台一台放 這破壞率少說 都是兩星60%以上 好啦 這是第一場 要跟大家講個消息喔 遇到一個 很知名的 波羅衝突 主持人 然後 其實他真的很有名啦 非常非常有 不管是夜市界還是日村 或是波羅衝突的各大 各 不管是多大多小的賽事 都會有他 就像一個官方人員這樣子 嗯 非常 幸運 然後 嗯 今天還要想要分享給各位的 另外一場呢 是這一場 這一場 這個對手 你剛剛有看到的話呢 他是用女巫蒼蠅柳 三星我 那 我自從擺位他這個陣型以來 這個玩家是第一個把我推出三星的人 而且他的打法是用女巫蒼蠅柳 女巫蒼蠅柳這個打法比較 少見 非常非常的少見 而且 嗯 這個打法呢 很強 非常非常厲害 但是會玩的人 很少 因為 牛巫蒼蠅柳其實 不太 嗯 怎麼講呢 不太好去施放 因為你要遇到的東西蠻多的 首先 第一點是熔爐 你 破擊炮 你要放王去扛 放王去扛破擊炮的話呢 這樣你都要放在另外一個位置 那這樣熔爐的話呢 你要想辦法去把熔爐解掉 那這個對手他就是剛好有把我熔爐解掉 所以他女巫後續進攻就會變得很輕鬆 而且他是打三星喔 因為不是只是兩顆星搞破壞率 他直接把我推三星 他很聰明喔 他的王是放在 三點的地方把援軍清掉 然後順便吸一些 破擊炮的傷害 然後他就是放長一把左半部分的 加農炮啊 雙的加農炮 還有熔爐 打掉 這樣女巫後續進來呢 就沒有受到太多的東西 太多的攻擊 那就不用死太多隻 那這個玩家 我覺得很 很強啊 他進攻 哇 我不知道他是打過很多次這個陣型還是怎樣 非常棒 那這個 這個影片在昨天 晚上播從我直播的時候 就給一些 觀眾 看過 不過昨天直播是沒有跟各位提到 遇到嘎拉檔啦 然後呢 下一場要 分享給各位的呢 是 這一場 原本要 講說 要分享一些滿房的 不過 現在已經有點晚了 所以 我們成員都 不在 來 看這個 魂魄 這個 他是一個滿房 可以看到 他的牆壁呢 是四級牆 幾乎都四級牆 然後其他的防禦都是 六級的 然後他是玩龍流 魂魄的龍流呢 有被 那個 PS 領教過 所以 非常非常厲害 他是先放王跟一條龍 清掉對方援軍 然後最後再陸續放 在這個陣型 呃 我是沒什麼遇到啊 不過我覺得這個陣路 你今天沒有龍流的話呢 單看這樣子 對方這樣擺 因為全弓劍的手 其實效果好像也很好 因為他的東西幾乎都放在門外面的 然後 而如果要完全龍流的話 之前有分享幾個影片給各位 就是 呃 那個龍獅子的影片嘛 先放王 扛兩個劍塔 或一個劍塔傷害 然後之後再 隔一個劍組放 龍 那 呃 沒有提到更仔細的一點是 如果對方 今天兩個劍塔中間 你夾一個加龍炮的話 這個 牛王會死很快 這個都會需要注意一下 可是 這個應該不用特別講啦 你自己玩龍 然後四五千杯 這邊 應該 都會知道 那個 能承受的 劍組 數量有多少個 這個應該很清楚 這個玩家打的77% 滿方 打77%是非常高的 然後我剛才有講嘛 他對手 他這個陣 東西放得滿外面 我覺得全弓箭手 要打出一個 呃 兩顆星 60% 應該還是可以的 好 這個是魂破打的 然後 再來看一下 嗯 再看一個 好啦 不知道看哪一個 看 摩摩 大家知道摩摩是誰嗎 摩摩就是 迪爾將啦 迪爾將的小號 然後他最近小號呢 也爬到了4100倍 他也分享這個陣給各位 那為什麼要分享這個陣呢 剛才我看了一下 這個陣型 在 呃 三四千杯也很常遇到 他對手防禦呢 呃 要說高呢 也蠻高的 六級 六級 加農炮五級 然後他的熔爐 好像是三級還是四級的 然後他第一句五級 然後兩個 小加農炮呢 是五級 然後雙管一個六級 一個五級 所以防禦算是中上了 那對方的牆壁 其實是三級 跟二級牆壁 我這邊 跟各位提醒一下喔 牆壁 我建議大家先把它升到 三級 如果有閒錢的話 先升到三級比較好 為什麼要升到三級呢 這樣才不會被炸彈人 呃 沒有技能的炸彈人 一下炸開 這是我也跟我們講的喔 那 分享這一場的原因是因為 通常大家打這個陣啊 都是選擇從 12點的地方進攻 就是你玩地面部隊 幾乎都是12點的地方 炸開 然後千萬別人打進去 那第二將他這一場呢 是選擇從右下打 不過右下打的話 上面的破壞率就會不好拿到 而且右下會碰到兩個漢地巨石 那你就只能牽一個漢地巨石 然後打進去 這樣破壞率就會因為 漢地巨的關係 然後 受限啦 所以破壞率通常都是兩顆星 然後50% 很難打到60% 要本來就是60% 極限 好 就給各位看一下第二將 怎麼打喔 那第二將他的蠻炸流呢 已經不是蓋的 他是玩蠻大 玩到5000倍 他的實力也是 不容小屈良 拿下來的杯數 好像是 比我再高100倍左右 這是台灣的前十年 也是一個很厲害的一個 波沖土地的世界的玩家 好這邊放了王 打漢地巨石 那第二將還很聰明呢 漢地巨石 他是只有扛到一下傷害 像玩地面部隊的話呢 王 一定要把漢地巨石打掉嘛 那打掉的話 最理想的狀況就是 王只承受到漢地巨石一下傷害之後呢 然後藉由王的技能那三下 把漢地巨石打掉 這個是最理想的狀況 第二將這點就做得 非常非常的好 如果承受到兩下的話 往後續要再壓第二次技能 就很容易壓不到 因為後續 傷害就承受不住了 所以這點就各位需要去注意一下 那今天就跟各位分享這幾場 影片 然後跟各位分享一下 遇到波羅衝突 超級知名的玩家 然後 Garden他分享的影片 也是 蠻有趣的啦 畢竟人家 也是很猛的一個 YouTuber 有算YouTuber嗎 有 官方人員 好 不管啦 好啦今天一個影片就是跟大家分享這些東西 有什麼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然後最後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他最近 健身這個 你才沒有命名的 這個部落呢 呃 已經正式把 收人的標準從3900 回復到4100了 所以之後 如果你們想申請的玩家呢 杯數一定要有 4100杯我才會收 那我最近會開始 把杯數沒有4000杯的 會慢慢的 請出去 目前是兩位啦 然後之後會再慢慢拉到 4100 就慢慢的 抬高這樣子 可能會對有一些 嗯 差一點點達標的玩家 有點抱歉 不過 呃 我只能跟你們說聲抱歉啦 因為 還有很多玩家想要 加入進來 好啦 那這影片就跟大家分享這些 有什麼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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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